不好了,月亮停电了 哎呀,好黑呀,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 那,宁宁,满满,你们快躲起来 我不让你们出来,你们别出来 好 不好了,月亮停电了 大龙,你快点出来 好黑呀,乐乐,快帮我把灯开开 大龙,月亮都停电了,我可帮不了你 什么 妹妹,怎么还是这么黑呀 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宁宁,何时乐乐说月亮停电了 再加上现在这么黑 我们还是待在这里比较安全 那好吧,我们再等一等吧 不好了,宁宁,妹妹,你们听说了吗 月亮停电了 我和妹妹当然听说了 大龙,你怎么不找个地方多好呢 哎呀,你的衣服都湿了 都怪月亮,要不是月亮突然停电了 我也不至于洗手的时候把水撒到身上了 就是,我的作业没写完呢 月亮就停电了,真倒霉 宁宁,妹妹,大龙,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怎么不开灯 老师,别开灯,月亮现在停电了 什么,你们在说什么呢 月亮和停电有什么关系 老师,事情是这样的 我和妹妹在教室里写作业 乐乐突然跑过来,说月亮停电了 然后,教室就黑了 所以,我和宁宁才躲起来了 我现在上厕所,突然就停电了 也是乐乐说的月亮没电了 什么,竟然是这样 可是教室里并没有停电呀 我知道啦 肯定是乐乐故意骗我们,太过分了 我现在就要过去找乐乐 大搞玩了,没想到大家还追信了 乐乐,你为什么要骗大家,说月亮没电了 真是太过分了 娘娘,你怎么在这儿,我不是让你们别出来吗 嘿,乐乐,你还好意思说,月亮根本就没有停电 刚刚老师还把灯都打开了 你竟然骗我们 大龙,我可没有骗你们 月亮是真的没电了 不信,你看天上 什么,月亮怎么不见了 可是,老师刚刚明明把灯打开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是我来告诉大家吧 月亮是不会停电的 你们看到的月亮消失,其实是月全时 当月亮被地球的阴影覆盖时 就会被地球的阴影遮挡 这时,在我们看来,月亮就消失了 原来是这样 可是,刚刚又是怎么回事 乐乐,还是你来跟大家解释吧 对不起大家,我刚刚只是想开一个玩笑 所以才把电源关上了 没关系,乐乐,我们原谅你了 小朋友们,你们见过消失的月亮吗 快来告诉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